欢迎回到新闻思想起 从校园走进社会 学习的面向更加多元化 也贴近生活历练 人生就像一本书 在国际之间早就盛行 是以人为书的真人图书馆 这样的风潮 这背后的意义在于打破偏见 用平等对话认识世界 而这股浪潮一路从匈牙利 芬兰冰岛吹到日本 韩国跟台湾 在新北市的真人图书馆 就邀请了各领域 拥有不同生命经验的 真人图书们 他们亲自跟民众面对面 分享对话 在这样的另类阅读当中 不仅临床感十足 有温度的互动 也活泼交流彼此的生命故事 我觉得越南人很优秀 嗯 没错 越南人不优秀 怎么可以打败 三个大国 真的 所以我们 站在讲台上的越南语教师 陈黄凤 外形亮丽 打扮时尚 自带光环 他除了是来台生儿育女 二十几年的越南新著名 也以教学节目拿到金钟奖 二零一九年国庆日更担任 带头领唱国歌的重要角色 然后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唱歌 都希望能够用我们最 最有感情的 最有感情的方式来去 表达我们对台湾这块土地的认同 当年一头长发绑成马尾的陈黄凤 2020年10月通过高级专业人才审查 拿到中华民国国籍后 为了庆祝第二人生 他换了俐落的短发新造型 举手投足更有明星架势 坐在教室里头向他学越南话的学生 不少人确实是看过他主持节目 莫名而来 因为遇到那个疫情 所以是网络上课 我就天哪 真的是老师本人 就是这种 我居然看到电视上的人在这边上课 都很欢乐 老师就是很漂亮 又很活泼 晚上在宫器中心教书 白天在政大开课 虽然忙个不停 陈黄凤为了推广越南文化 甘之如遗 这堂越南语言文化课 在陈黄凤老师的带领之下 精彩绝伦妙语如珠 因为陈老师本身 就像是一本内容精彩的故事书 如果你想要更认识陈老师的话 不只可以上他的课 其实还有一个管道 诶 老师 感谢你今天过来 那我们受访者大概在三分钟之后 就会到了 那老师今天受访时间 大概三十分钟 那这样可以吗 那麻烦老师了 好 谢谢 陈黄凤今天不是老师 在新北市立图书馆里 它化身为一本 可以聊天 可以提问题的真人图书 老师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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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边规定是 每一次呢 接约只能三十分钟 然后我发现每一个读者呢 其实因为这到三十分钟 一定是不够 那所以他们都先做功课 准备跟我聊什么 可是呢 一到现场 看到我本人就说 哦 老师你 然后对 然后就聊聊聊 然后就 赶快 赶快 因为只剩下多少时间 大部分的人 真人图书和读者的对话 通常都很有效率 因为读者们往往是有需求 有疑问才会进行借阅 而真人图书的初衷 也很纯粹 就是要好好来说自己的故事 对我来说 我是一个新住民 我来台湾这么多年 我就那么多推动多元文化 多元族群在台湾被 正式被尊重的过程中 当我在做这个努力的过程中 我很希望很多人来支持我 我希望被认同 毕竟他是从外地来的 他在比上他的过去的 过去的生活的观感 或者经验 或是他对于这块 大家面对的问题的部分 他愿意把我们分享 所以这块就是我们 在做真正图书馆 非常重要的一块 真人图书馆的概念 始于1993年 一位在丹麦哥本哈根生活的青年 罗尼·艾伯格 他的朋友在种族冲突中受伤 也让他和同侪思考 如何以更直接的方式 让陌生人之间接受彼此不同 不以外表平断一切 到了西元2000年 他的理想 以真人图书馆的形式 在丹麦开始实践 22年来更推广到70个国家 许多人志愿成为一本书 只为了让更多人了解自己 我的 책题主题是叫《Rootless》 我并为军职孩子 我长得成为军职孩子 我来说表承认我的故事 因为在军职系统里 有些军职的签生 在不違法 沒有色情暴力的前提下 只要你願意開口 人人都是一本書 我們之前有一個圖書是 它是有艾滋病的 它也希望來成為我們 真正圖書的一塊 那我們在審查過程中 大致都沒問題 主要是它怎麼去面對 直接現場大家面對面 因為還是希望能夠 做到保護 所以它的後來的呈現方式就是它 大概戴這個面具 京北勢力圖書館成立真人圖書館 已經八年 目前館藏八十九本書 在一畫之後借閱相當容易 只要在網路上填表 經過館方媒合 只要書本也剛好有空 就能借閱成功 好 我現在借閱了一本據說 它的借閱率非常高的一本 真人圖書 一起來看看這本書講到什麼樣子 老師好 青年級刺青師父王哲瑜 擁有十年刺青師經驗 曾前往義大利拜師學藝 也在英國尼泊爾參展 越是大眾對刺青世界不了解 他就越想讓它更透明 因為有些人會比較有 稍微的偏見說 刺青就是某方面 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那我會覺得說 沒有沒有沒有 像國外一些樂團 明星歌 歌手 他們身上都會帶點自己的風格 刺青文化在台灣 赫白印象根深蒂固 長一輩民眾可能認為刺青人士 隸屬於特定族群 但是王哲瑜在成為一本 圖書館的館藏之後發現 原來悄悄嚮嚮往刺青的讀者 比你想像的還要多 年齡層大概分布在 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 我也有這種爸爸媽媽 然後甚至很多老師醫生也會有 會想要來諮詢就是 八成就想刺青 就差一步衝動 許多人因緣際會出現刺青衝動 但是又不敢貿然跑去 充滿神秘色彩的刺青工作室 這時候到圖書館來借本書 研究一下 也是一個緩衝的機會 讓自己減少後悔的可能 有遇過說你刺好之後 他隔沒多久後悔 亞洲人的後悔率比較高 他會覺得說 我男朋友說不好看 我女朋友說不好看 我朋友說不好看 那當下你在刺的當下 都有討論 經由討論 刺青之後就怕後悔 也讓王哲瑜感到自己的責任重大 讓讀者有機會藉由閱讀真人書 更了解自己選擇 把圖案刺上身之後 會遇到的各種狀況 我想要推廣就是 其實你不用害怕 你不一定要找我 你可以跟我討論或 你是找你喜歡的 因為現在的刺青師傅 不像以前就是比較老一輩的刺青師傅 他可能比較嚴肅 那你可能沒辦法跟他討論很久 好好吃 吃我愛你 對 王哲瑜和讀者的互動 也點出了真人圖書的重要意義 讀者和書並不存在社會上的人際關係 對話反而沒有壓力 各自離開圖書館之後 即便是沒有關係的平行線 但讀者獲得的收獲 卻足以改變人生 因為我未來想要往社工這方面去發展 所以我就是他對談的過程中 詢問了他工作的甘苦談 那真人圖書是我可以跟他互動 那多了一種很溫暖的感覺 真人圖書館的概念 雖然是從北歐開始 但是無私助人的精神 卻扎實地席捲全球 這些不知心義務協助的書本 帶著善良的初衷 分享自己的人生閱歷 啟發更多讀者造就更多精彩的生命故事 歡迎再度回到新聞思想企 學習新要貌打開視野 多元也豐富化的思維與挑戰 讓人生充滿更多色彩更可能性 感謝您加入 我是王欣宜 我們再會